古王至尊 歡迎再度收看古王至尊 古王至尊常告訴你 我說在股市裡面 有些人喜歡追高殺低 但是追高殺低 你要有好的紀律 對不對 不要說敢追不敢賣 那當然來說 我說你要賺得穩 又賺得多的話 一定要尊重這三樣東西 有沒有 趨勢、產業、籌碼 我說趨勢是走多 古王至尊一直鼓勵 我說這個盤 從這邊開始做多了 就是做多了 不要去管 對不對 這邊我告訴你保守 我看不懂 我真的看不懂 結果股票市場呢 從8200跌到7700 因為這邊 美國股市在漲 我們在跌 我真的看不懂 然後外資又在放空啊 對不對 我叫你保守 我叫你保守 我叫你收為資金 沒有錯吧 後來跌到7700啊 但是來到這邊 我告訴你什麼 我說叫你全力做多 全力的大買 甚至呢 我送給你的股票 有沒有 保護生 我說這邊一定會來 對不對 我說中國大陸的A股 這個錯帳一定會來 你這邊買的 怎麼買怎麼買 到今天呢 哇送耶 買的越多賺的越多啊 對不對 今天最強的就是他嘛 成交多少 三萬多張 你賣個一千張可不可以 賣個兩千張可不可以 賣個三千張可不可以 這是我告訴你的 賺的穩賺的多嘛 甚至呢 升級股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東洋 今天還漲啊 能不能來創新高啊 我在這邊告訴你啦 我說資金不要去亂追 對不對 唐年不要去亂追 4152台圍體這些都不要去亂追 因為他們已經漲多了 但是東洋是資金的母公司 他一定要填權嘛 這邊96塊 這邊114塊 今天呢 4E的類股很多島了啦 在東洋 刺青跌停啊 唐年跌停啊 台灣體跌停啊 你看那些老師怎麼講 我不喜歡去追高殺低 我認為在底部的他有機會的 我說你給他一點耐心 你當做投資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買的多 你用你的閒置資金 你當做投資 你買的多拉上去都是你的 喔 中概果說 好啦 你最保守的你買保護生好不好 對不對 不要嫌他長得慢啦 等他拉上來噴出了你就知道啦 對不對 這邊到這邊 11塊到14塊也不少了啦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又到19塊 對不對 或者像東元一樣 10幾塊到30幾塊 是不是 這我都公開的送給你 我說 我不常思 這夜深的節目 我希望你能夠睡得著 我希望你投資股票都能夠賺錢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更不用說啦 這檔一財小標股 我說長線的底部 那時候多少錢 9塊1來照近一點 抓近一點 有沒有 9塊1 對不對 我說你看這個月線 他上櫃以來 上櫃以來 對不對 現在漲到50塊 再用50塊 跌到6塊錢 那現在9塊錢 那你說主力會在這邊出貨嗎 大股東會在這邊出貨嗎 他沒有那麼笨 要出貨也在這邊 5、60塊的時候出嘛 對不對 那這邊絕對是一個低 低檔區嘛 那為什麼要去買他 因為過去他是做遙控飛機的 現在轉型呢 要成立雷虎生計 要做衣材 要做牙醫的材料 那我也告訴你牙醫的材料 其實你看到中國大陸人 每個人的牙齒 你就知道了 每個人牙齒都很爛嘛 對不對 台灣的人牙齒已經夠爛了 所以你看到台灣的牙醫 非常非常的多 也非常非常的好賺 只牙一顆5到8萬 甚至有十幾萬的 對不對 那個本錢才多少 那個牙醫 那個植牙的材料 本錢可能幾千塊而已 但是沒辦法 這就是專業 是不是 那中國大陸呢 那更慘了 我相信你如果有親戚朋友 到中國大陸去做事的 你會發覺他們的牙齒都是黃黃的 對不對 那個水質的關係 衛生條件的關係等等 那中國大陸人根本不用說了 缺牙的一堆啊 牙齒不好的一堆啊 那你說這個行業有沒有機會嘛 是不是 就是我不敢說它會像精華光漲到800多 我也不敢說它會像液態一樣漲到140幾 150幾 但是我說它現在是在底部嘛 你不要管它會漲到哪裡 對不對 你讓這家公司去成長 如果像液態 如果像泰液一樣漲到100多 會賺翻啊 是不是 那精華光呢 800多塊 1565精華光 對不對 今天就算跌15塊 它也有827 也有827 那這家公司又有什麼題材 我說在中國大陸有土地嘛 對不對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他們自己發布的訊息 你都可以去查得到 那還在底部的時候我告訴你 我說呢 我把它蓋牌 你打電話進來 我讓你知道我讓你上車 一根漲停 兩根漲停 對不對 9塊1漲到10塊6 來照近一點 9塊1漲到10塊6嘛 然後呢 這兩天再做震盪 我說震盪你可以看到 震盪的時候你可以看到嘛 對不對 這空方缺口沒有回補嘛 是不是 那今天呢 直接開高走高 直接鎖漲停 我說這不是股王至尊的力量 我們不是主力 我們也不是大股東 但是我告訴你 我說 當一個股票它在低檔的時候 它有一個潛力 成長的潛力的時候 就是值得你投資的標的 而且當這個產業是政府權力的加持 對不對 而且是明星的產業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錯過 是不是 我說416 來 電腦壞掉 沒關係的 我說呢像液態 像精華 甚至五頂 甚至喬山 對不對 喬山還比較不算醫療器材 它算健身器材 它也能漲到快100塊 那泰衣呢也漲到100多塊 做隱形眼鏡的精華光學 也漲到800多塊 那你說它做牙醫的材料 它有沒有機會 對不對 牙齒很貴 中國人的牙齒又不好 是不是 那這邊絕對是在低檔區啊 當它在低檔區的時候 你就不要客氣嘛 你一定要投資嘛 然後呢 拉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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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的啊 對不對 你一定要有一個核心的持股 你一定要有一個做長線的一個觀念 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歡 天天漲停板的股票 當然我的會員也是 對不對 每天都漲停板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不可能 但是如果說你是買到一個低檔區 有機會倍數利潤的 甚至有好幾倍利潤的話 那你要不要呢 讓時間來幫你賺錢 你要不要買在一個低檔的區域 而且你買的越早 絕對是賺的越多 對不對 如果一檔股票 10塊錢漲到100塊 你買在10塊錢是賺10倍的 你買在20塊錢已經變成賺5倍了 你買在30塊錢只剩下賺3倍 那如果說呢 你是買在890塊的 你頂多只是吃點喝點湯而已 而且你有可能會輸錢 因為追高殺低 對不對 就像今天的這些意態唐嚴一樣 智勤一樣 是不是 我常說你在這邊沒有買的 你在這邊沒有買的 你在這邊幹嘛去跟人家瞎講貨 你錢多嘛 對不對 當很多老師不懂生技的 都在講生技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啊 這股市裡不變的道理 今天也不是因為什麼王金平馬英九 對不對 什麼政治的因素 你今天看到那些媒體 哇股市的媒體都在講這些東西 我說也不會啦 你看到中國大陸A股 漲成這樣外資還是買嘛 對不對 台北股市也是要漲 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子跌 那最主要是漲多了總是要洗盤嘛 總是要把散戶洗下來嘛 這是找藉口而已啊 了解嗎 這是那些主力在找藉口 媒體永遠都是在幫主力 我們不要說什麼幫主力出啊 媒體永遠都是在講馬後炮 了解嗎 對不對 他總是在解釋一個現象 當一個股票漲停了 哇他會說原來這檔股票是怎麼樣 未來會多麼好 這檔股票怎麼樣怎樣賺多少 廢話他不會世間講 那如果當這檔股票跌停的時候 他說原來這檔股票怎麼樣怎麼樣怎樣 都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我常說趨勢產業籌碼 這不會改變的 趨勢竟然是做多對不對 我說你聽我的話有錢人買00161 你也賺大錢 當初是在這邊對不對 後來拉這一根 哇我就說這根一定會來對不對 那今天果然來了又突破了 是不是 對不對 你是有錢人買這個都會賺大錢 那你說你錢少一點沒關係啊 買東洋也不錯啊對不對 當初東洋在這裡的時候 我是不是告訴你 我說呢 他會填權 我有沒有告訴你他會填權 結果呢 有沒有填權 那我說呢你錢更少的沒關係 對不對 買這種一財小標股 9塊多而已 真的9塊多而已 說實在 你說9塊多又沒有量 主力要怎麼出貨 我也想不透 對不對 那他既然有在發展一財 有在發展生計 那是不是有是一個機會 那股價又在長線的低檔區 然後中國大陸又有土地 那你就布局吧 你就買一些嘛 對不對 你就當作投資嘛 投資一些嘛 對不對 投資一些嘛 到今天也還不錯 那他會漲到哪裡 我們當然我們也不知道 對不對 你要看他未來產業的發展嘛 但是我認為說你買在低檔區了 你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 這就是股市的操作 那股市的操作不難 難在一個心啊 如何在利空當中你能夠堅持 如何在利多當中你能夠把 你能夠不要去追高 利空當中你要不要殺低 利多的時候你不要太爽 又跑去跟人家排隊 又跑去跟人家買 又跑去跟人家追高 你要反其道而行 你就能夠成為最大的贏家 好好的思考 我們進廣告休息一會 民國55年 約四個年輕人 需撫養一個老人 隨著社會的變遷 少子女化與高齡化 也影響年金制度發展 談習下一代 請支持年金制度改革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使他同步幫你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在線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您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其他投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其他投顧 02-2389-8689 2389-868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使他同步幫你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在線02-2389-8689 02-2389-8689 好 殺了一個我 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殺了一個我 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殺了一個我 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做好環境清潔 清除積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革樂的威脅 回到我的家就沒有千千萬萬個我了 好了歡迎再度回到現場 我說這個盤你看到今天很有趣 對不對 人家開高我們也跟著開高 但是突然一陣擊殺 生技股一陣的擊殺 對不對 很多股票一陣的擊殺 太陽能也一陣的擊殺 對不對 你看到今天 綠能也殺 對不對 茂迪也 茂迪沒有 來 總美金也殺 對不對 月豐也跌 然後呢 生技股至勤 唐蓮 對不對 易泰 來啊 台尾體 雞 全部都一一的中槍的時候 這盤就噗 跌下來 那跌下來的過程當中 你看到今天在撐什麼 撐這支紅海 有沒有 這支紅海在撐嘛 那台積電呢 台積電呢 也偷拉了尾盤 對不對 也偷拉了尾盤 那基本上 他是有在戶啦 他也不是笨蛋嘛 對不對 如果今天跌會被人家罵死 今天如果台北股市跌 真的會被人家罵死嘛 對不對 你看到今天呢 人家亞洲股市 每個都紅通通啊 那台北股市跌 會被人家罵 中國大陸還漲2%多咧 對不起喔 漲72點喔 是3%多咧 對不對 韓國漲了19大點 你可以漲344點 人家深奧成功 人家真的很棒啊 真的安培 對不對 雖然你看到他很討厭 釣魚台是他的 真的很討厭 但是人家真的在做事情 人家是為了他們國民在著想 你看日經呢 一早就漲300多點 所以這盤還是做多啦 還是做多 這個趨勢我告訴你 從我7700告訴你要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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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變啊 沒有變啊 王之尊我說 我不是神 但是 基本上一些籌碼面 我還看得懂 看不懂的我會跟你講 對不對 像這邊我看不懂啊 這邊我真的看不懂啊 在這邊我真的看不懂啊 在這邊我真的看不懂啊 對不對 打拨打拨打拨 最後在這邊我看不懂啊 對不對 我看不懂 我告訴你要保守 保留資金 沒有錯吧 就跌下來跌到7700嘛 是不是 那但是來到這邊我告訴你 這個盤有機會了 要做多了 要開始漲 是不是沿路的就漲上來又漲到8100 對不對 我做分析師不是神 每天都高賣 低賣高賣 紅賣綠賣 天天賺 真的天天賺 對不對 早就已經 台灣十大富豪 甚至世界十大富豪 也不會在這邊解盤 對不對 我說不要那麼誇張啦 這已經是晚上的節目了 看到半夜的12點半 我就希望說你有一個 比較親近的心 也可以說是 你做股票要穩一點 對不對 穩穩的賺 然後在低檔的時候買多一點 漲上去就會賺得多 有時候不要去羨慕說有些股票噴出了 漲到天上去了 就沒命了 對不對 沒有買到沒有買到就算了嘛 不敢追高就算了嘛 對不對 我說追高要有勇氣啊 當然有些老師很有勇氣嘛 因為輸也不是輸他的錢嘛 那做生意他可以做嘛 但是萬一中到一次槍 就會很辛苦 對不對 那我說呢 賺得穩賺得多慢慢的嘛 底部布局嘛 底部的時候他會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等他拉上來 你會發現辛苦是有值得 是有價值的 是不是 對不對 像這種股票 很多人說 漲不多啊 漲不快啊 很慢啊 對啊 但是我說你可以買多嘛 底部的時候你可以買多嘛 對不對 那拉上來都是你的了 漲上去的 你會更開心嘛 是不是 而且你也不用怕 你也睡得著 那我說呢 自行不要去亂追 對不對 買東洋也可以嘛 東洋還在底部的時候嘛 有沒有 還沒有填權的時候嘛 這幾天前的事情 今天就填權嘛 對不對 其實上禮拜五就填權 今天再創高嘛 都無所謂啊 你也賺了快十塊錢 然後呢 底彩的小標股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我說長線的底部 這是月線 這是月線 我說做股票 你要有一個看月線的觀念 人家常常說長線保護短線 什麼叫長線 長線就是 你把這檔股票的月線打出來 甚至把它還原圈子 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家公司的老闆到底在幹嘛 有些老闆就是在出貨 沿路的出貨沿路的出貨 股價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那種公司 但是喔 說實在的 你買它會很辛苦 對不對 那當然有時候也不是說這個經營者的問題 有時候可能也是產業的問題 就像說這幾年的電子業嘛 對不對 大部分有些股票真的很辛苦 是不是 股價過去兩三百塊的 三四百塊的 現在五六塊的 比比皆是 那沒辦法 這個趨勢改變 但是呢 如果說它要切入新的產業 又有新的發展 它會不會有一點機會 而且股價又在低檔的時候 那絕對會有機會嘛 而且它還有土地可以用 還有土地的潛在的利益 對不對 這樣呢 這家公司也是一樣啊 當初在這邊的時候我也帶會員買 對不對 它以前也是做LED的啊 那LED做得不好 還好它在台北市有很多的土地啊 它在台北市很多的土地嘛 結果呢 有一塊最近要賣地啊 對不對 那我帶會員在這邊買 這邊呢八塊多啊 這邊十七塊 我說我沒有賣到這邊啊 我帶會員都賣到這邊啊 後面這段噴出我沒有啦 我沒有賣到啦 但是我至少從這邊買 帶會員從這邊買 最後都賣到這邊了 八塊多到十四塊 那這段為什麼要噴出 前陣子呢 我也終於了解了 因為呢 是新加坡 是新加坡 有一個集團來買他們 在北門的建案 把它全部買走了 在北門那個建案那個土地很值錢 因為是北門捷運共購的 然後呢 其實預售它一定賣得很貴嘛 所以散戶不敢買 那後來是新加坡的一個集團 把它買下來 全部都買下來 一坪一千多萬 土地一坪一千多萬 要幹嘛 要做旅館 所以你看 台北市的帝王 前陣子就在他身上嘛 就在他身上嘛 所以他鼓叫哇 這邊就噴出嘛 又噴了四根掌停板 對不對 那就是 我說有時候喔 尤其這幾年 你要看到有些公司有土地的 那公司都很有錢 像1560的中砂也是一樣 這家公司也是很多土地啊 老闆也是好野人 不要看這家公司喔 對不對 對不對 不怎麼樣 中砂剛剛做砂輪的 好像傳統產業 但是你把它還原全值 長線還原全值 其實它還不錯耶 它還不錯耶 比一些電子股好多了 對不對 過去有一段長了很多 長到140 那時候半導體很好 後來跌到6塊多 那現在又回到59塊多嘛 對不對 你看到最近 這幾天有沒有 這幾天也是用噴的啊 因為它是台積電的供應商啊 研磨機啊 所以為什麼我要告訴你 像這種在低檔的 有土地的 又有轉機題材的好公司嘛 對不對 這低檔一根 兩根 三根 我說 不要去猜它會漲到哪裡 它就是一個投資的標的嘛 那你要去買好的產業 那你要有長線的眼光嘛 那當然你買在越低檔 你絕對是賺最多嘛 以後拉上去 以後這家公司產業發酵了 你就有機會 這是我的觀念 那也在這深夜跟你分享 那當然也希望 好好的選一檔股票 因為 這是個長多的行情 你絕對要有長線的觀念 祝各位超順利 我們明天見 再會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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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岐线上网预约了 你们资讯很差 来 你们看 游去美国观光盒商务考察 不用钱挣了 是哦 这本护照有够照 外交世界爬的道 外交部和大家一起打拼 您是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使他回顾帮您启动至甚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这件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其他投资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 其他投顾02-2389-8689 师傅 这次取经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事 别担心 这次出国前我有先做出国登陆了 出国登陆是什么呀 我们国人出国观光游学或是洽商 都可以到外交部的网站上登陆旅外资料 如果当地发生天灾或是动乱 外交部就能立刻联系我们提供